这是电影《卧虎藏龙》的一个片段 精彩的误打场面 丰富的人物表情 那是这 跟你想过 闭上眼镜 如果你不看着眼 只是说听个声 那会什么效果 马斌说着家 这里不一样 大家好 我是马斌 看电影对于普通人来说 很平常事 但对于盲人来说 那是个奢望 在浙江宁波 有这么一个美女 35岁 她帮不少盲人实现了 看电影这个愿望 她就35岁的朱莹 10年从大学毕业 回到老家 成为了一名 给盲人讲电影的志愿者 那她到底怎么做 才能给盲人 把电影讲明白 讲生动呢 她选择第一部电影 就特有挑战性 活着 这个原来小说作者是于华 后来张艺魔当导演 而且这个电影 获得了 嘎那电影节评审团大奖 多项国际大奖和体面 为这个事 这个朱莹准备了两个月 把片子反反复看了十多遍 拉片子 那么怎么样在没有电影 最白的时候 让这个盲人朋友知道 她放什么内容呢 那她就会在无声镜头和音乐起伏时 适当的插嘴插拨旁白 然后在每次的场景转化都要有描述 注意啊 这每次场景转化 而且还不能让电影说 停我再给你讲讲 那得插空 这就非常考验的语言的能力 得精准的简洁 那怎么样要通过听觉 让盲人朋友能够 对这个电影人物的形象和场景 有这么一个印象 于是呢 就网上找影评 看资料 加深对剧情和人物的理解啊 甚至学很多这个中国传统评书 描述人的那个外形和语言的特征 然后呢 把她奶奶请来 她老奶奶是个老宁波 然后是个白内障患者 也看不见 说奶奶您坐着 我给您讲 然后她还听完乐呵呵 还挺好 但我却一说 如果能用老宁波方言讲 那就更好了 的确啊 在宁波这个地方 就很多上了年纪的老人 他有人连普通话都听不懂 所以用这个宁波方言讲 那恐怕呢 接触度会更高 所以为了学到更纯正地道的 这个老宁波话 他就恶补啊 除了跟奶奶学 还得学书 在视频上学老宁波话 好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这一天 请来一百多位 上岁数老爷老奶奶 都是盲人 坐在这儿 老爷老奶奶你们听好了 来给你们讲这个电影啊 这韩阿姨就其中一位 这韩阿姨开始他不信呢 因为他也是白内障啊 说我连这个公交车牌都看不清 那我怎么看电影呢 这朱颖就说啊 我是你们的眼 您看不见 我就讲给您听啊 就叭叭叭一段下来以后 就发现台下那些老人们啊 时而发出笑声 就时而发出这个 哎叹气 说明什么 听进去 他们听懂了 所以呢 这个朱颖啊 他也就越来越自信了 现如今 朱颖讲电影已经十二个年头了 他重新结构制作了 二三十部电影 就相当于重新给盲人粮食打造的这种电影录音剪辑 现在团队是在作战 他不是一个人在作战了啊 他有光影新播客 新用新来播讲 有光影新播客的志愿团队 有三十四名志愿者 你看 这有专门负责剪辑的 还有专门负责讲解的 还有专门负责陪护的 别让这些老爷爷老奶 嗑着碰着 包括这些老人们来来回回啊 还有爱心车队的队员 现在呢 朱颖他们又在酝酿一个新的想法 咱不能光坐着听电影啊 咱得走出去 带着这些老人们亲近大自然 可以闻闻花香 听听鸟叫 感觉像春天的气息 大自然的气息 所以就像那首歌说 你是我的眼 他所唱 来 摄像老师 是我的眼 带我音乐 司机的变幻 就这样 是啊 反正就这样嘛 唱的比我好啊 在浙江在宁波呀 这个普通居民走出家门15分钟 可以什么 溜弯啊 买个菜呀 理个发呀 送个孩子等等的 这叫什么 这就叫15分钟生活圈 那普通居民OK 但对于很多老人 尤其这个盲人来说啊 他们如果没有人赔 那就很困难 那就寸步难以 没关系 有了朱颖和他的团队 和这爱心车队 你别说15分钟 两个15分钟 三个15分钟 都能做到 你看都去公园了吗 所以真正做到了 在追求幸福感的路上 一个都不能拉下 好各位 如果你要喜欢我的内容和频道 欢迎点赞转发订阅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